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涂层的混合模式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曾介绍过涂层的相关概念 使用涂层混合模式可以创造各种特殊的效果 包括颜色简单 颜色加深 变暗 变量 差值和排除等模式 使用涂层混合模式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选中要添加混合模式的涂层 然后在涂层面板的混合模式菜单中找到相应的效果即可 现在我们就来制作这朵绚丽的小花 第一步 新建文件设置背景色为黑色 在Photoshop CS6的菜单栏中选择文件 新建 选择一个自己想要的花不大小 改变它的名称 我们这里设为PS-7 背景内容填充为白色 点击确定 刚才我们提到要将背景颜色设置为黑色 首先我们在工具栏中将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然后选择油漆桶工具 在画布上进行点击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黑色背景的画布了 第二步 新建图层填充黑白渐变 方向是上下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制作出一个上面是白色 下面是黑色的一个渐进效果 用界面颜色要使用界面工具 选择界面工具 更改工具的设置 我们需要上白下黑 选择完成以后 只需要画一道竖线 可以看到现在的方向是反的 那我们换一个方向来画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上白下黑的一个渐变的效果 得到黑白渐变效果之后 我们需要点击菜单栏中的滤镜 使用扭曲波浪滤镜 详细的设置参数 在修改设置完成后 点击确定 上一个滤镜使用完成后 我们来使用第二个滤镜 进行我们的第五步 点击菜单滤镜 扭曲极坐标 菜单栏中选择滤镜 扭曲极坐标 更改参数 选择25% 点击确定 这便是我们的花朵雏形 第六步使用第三个滤镜 选择滤镜库中的素描明黄渐变滤镜 菜单栏中选择滤镜 滤镜库 明黄渐变滤镜 点击确定 这样丰富了我们花朵的花瓣效果 第七步 新建涂层填充渐变 与之前不同的是 我们这里要填充的是一个彩色的渐变效果 单击新建涂层按钮 得到新的涂层 为了更明显的看出新建涂层的效果 我先将背景涂层的可见性关闭 选择界面工具 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个彩色的效果 这里可以大家进行自由的发挥 我在这儿填充了一个彩色的彩虹效果 复背景涂层的可见性 第八步 也是最后一步 将涂层的混合模式 设置为颜色 涂层的混合模式 在我们涂层的上方 在默认情况下 它是正常模式 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颜色模式 选择颜色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朵绚丽的小花了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每个人填充的界面效果不同 因而最后产生的花朵效果也是不同的 至此 我们花朵的制作工作也就完成了 在本次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涂层的混合模式 带着大家制作了一朵绚丽的小花 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 利用本次课所学到的知识 制作出一朵属于自己的花朵效果 在下次的课程中 我将为大家介绍 如何用Photoshop CS6这款软件 制作出一款艺术字 以上就是我们Photoshop基础第七讲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